他是針對夫妻未成年子女只擁有一戶的人 才有這個議題 持用住宅免稅這個議題的討論 你有好幾戶的人那跟這個完全不相干 就是直接進入到該獎多少稅就獎多少稅 那當然這裡就會討論到說 第一個我們現在的製作裡面已經有所謂的重構退稅 就是你自用住宅的人我換房子的話 那我要獎的稅可以退回來 那基本上重構退稅就是一種免稅 就是一種免稅 那這個免稅門檻是針對誰 是針對說我是自用住宅 但是我賣掉之後我不再買新房子 我不再買新房子就這樣 那我實現了利益的時候 我該不該被瞌稅 或政府要不要對我瞌稅的問題 那當然簡單講 你是自用住宅 就算你賣了不再買 但是你有賺到錢 我只是針對你賺到的錢來瞌稅 所以說其實在土地政治稅的另外一種做法 就是說我給你優惠稅率 我給你比較輕的稅率 因為你只有一間房子 你賣掉不再買 maybe你有各式各樣的原因 因為生病 因為資金周轉 因為等等的問題 都有各式各樣的原因 如果給你一個比較輕的稅 但是你還好膽 繳個一層好不好 賺個500萬 其實也合情合理 這是一種做法 另外一種做法是說 我給你一種免稅 免稅額 因為這個制度是所得稅 所以說所得稅不是說 不能是針對所得多所得少 在瞌稅 而不是說我賣這個東西的賣價 賺多少錢 這個是完全不同邏輯的東西 我們總不能說 胖子要腳比較重的稅 瘦子腳比較輕的稅 不合理嘛 ok 一樣的道理 賣一個一億的房子 他可能說不定只賺50萬了 說不定賣一個2000萬的房子 他賺了800塊 所以說按理說 這樣的邏輯應該是改成說 可能對於自用住宅 我給你一個50萬或100萬的免稅額 但是你賺的錢超過那個部分 那你就進入前面的正常稅的制度 裡面來被瞌稅 那代表是我們對於自用住宅 還是有一些優惠 有一些保障 因為終究 台灣人擁有房子的比例 確實非常高 ok 後頭一些配套措施我就不多說了 當然在這裡面其實最大的問題 我還講就是日出條款 就剛剛彭老師有補充到 叫做2016以後才不准炒房 但是我跟大家講 2016以後沒有人炒房 房價已經下跌了 他在會走一個好幾年的空投的階段 本來就不會有人炒房 真正賺錢的是過去十幾年這個多投 所以說你用那個門檻一砍下去叫做什麼 過去賺錢的人你沒有課他稅 未來你又課不到稅 那你這個制度叫做空包檔 他在忙了半天搞一個空包檔 所以說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說當然我們可以如果說我們要往前移動 那到底什麼時候 來做為日出 當然我們可以有不同的一些形象 例如說這邊只是拿 新移房價指出在幾個縣市 在呈現 例如說假設我們從2008年1月開始 當作日出條款 那他是磕到多少 磕到過去大概漲一倍左右的這些人 那每一年大概在35萬個成交左右 每一年台灣的成交大概35萬 那這裡呢可能是五年或六年 六年乘上35萬筆 就兩百萬左右 那這兩百萬的 預期未來會被課到稅的人 他又賺了一倍 你就可以想像 如果我們把日出條款定在2008 代表未來你可以有兩百萬的 兩百萬戶 你不要多 平均每一戶賺五十萬就好 ok 兩百萬平均每一戶賺五十萬 他就是一千億的 tax base在那邊 ok 讓你來課 所以說要有多少家庭 多少戶和多少的量 所以越來越來越往前 你課到的那個漲價 幅度和人數就會越來越大 所以我剛剛一直講說 我們要不要讓這個制度未來 立刻產生所謂的 租稅正義的效果 其實就是日出條款 你能夠往前移多久 你往前移越長的時間 那個創造出來 立刻的那個租稅正義的效果就越強大 ok 越過越短那個效果就越少 那你直接2016卡下去就完全沒有 所以他的核心是在這樣一個地方 ok 那當然啦 這個部分 最近這一兩個月跟財政部內部私下的溝通 或者是一些政治人物的溝通吧 可能會用2011年或2010年當作起算點 ok 這是大家可能已經有一定默契 就不會是2014啦 再往前 再挪個幾年 大家彼此調和 會有這樣的狀況 好 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議題 就是關於前次取得成本 財政部在講說 前次取得成本很難 他們不知道怎麼決定 因為我要計算你的獲利 說實在的話 計算之前的取得成本 這是估價 這是普通很估價的專業 所以本質上應該是內政部來處理 因為內政部才有估價專業 那這裡就是財政部自己閉門造居 自己關起門來做事的時候 他 對於他不會的事情 他就把它簡化 或去避免他 那這個避免他就會扭曲 才會出現那個日出條款 的那種說法 ok 前面的估價沒有辦法估等等的問題 好這是一個狀況 當然農地要不要納入 確實在外面比較少人討論這一塊 好因為他嘴巴 我們嘴巴上大家都可以說農地應該納入 就好像說之前奢侈稅 我們也覺得農地應該納入奢侈稅 但一旦進入到政治協商的過程底下 這是完全沒有討論空間的 至少在現階段的台灣政治環境底下 這幾乎是完全沒有討論空間的一個議題 當然我覺得我們社會上還是不要不斷的去push 本來就應該納進 特別是農地現在炒作到如此誇張的一個狀況 ok 農地現在都一瓶在算在賣 然後單價都是好幾萬在算 ok可能這樣講可能在揚梅的農地一瓶可能都要八萬十萬 揚梅也對揚梅 農地也對 甚至他農地比建地還要貴都有這種現象 ok 那在這裡面到底賺了多少錢 多少資金在這裡面 宜蘭其實最近也是炒得很兇 宜蘭最近的險是從哪裡去了 從桃園區 就是機場 航空城那邊本來那些地主被徵收了 錢拿了進軍宜蘭 宜蘭炒完了往華連往台東一路炒下去 ok 就像當年台中七七八七重發區的地主被徵收了 全進軍大理太平物風物日 我們一路往南投的方向一路炒作進去 都一樣 都一樣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部分你不去控管它 其實資金依然會持續的亂串 那會讓很多地方未來的城鄉發展的那種空間 或者是我們在發展一些產業園區的一些機會 因為都會重建的消失掉 郝先生說對不起 這個地方我怕忘記 想說在這裡跟你討論一下 農地課稅的部分 如果一直是持續在農地農用的狀態上 它有兩個狀況 一個是農地變建地的過程 這一個爭執稅 我個人是很積極的主張要去課稅 那基本上炒作農地有兩種 最惡劣的其實是農地變建地的過程 那如果我們去查全省 農地變建地的過程中 縣市議員大概都介入了 那立委大概也介入了 因為蔣家的時代就已經特許他們 通過炒地皮作為政治利益的交換 這是他分封地方諸侯的辦法 但是蔣家在炒這地皮的時候是限量 李登輝以後就變成是完全不限量 才今天遏制到這麼遏制 那那個地方的暴力大概就是從幾萬倍到幾千倍 就第一手的人是賺幾萬倍到幾千倍 所以我覺得這個增值稅是最重要的炒作的關卡 它的發動機的變點 從這個地方開始扣取我基本上都支持 但在農地農用的這一個階段下 它的課稅我覺得要很小心 因為它馬上牽涉到農地 農業 我們目前農業就是像當年的這一個修耕補貼 就已經造成的租用農地的成本上漲 反而讓農地無法有效利用 如果在農地農用的階段也課旅稅 那這個時候很麻煩 它會抑制農業的發展 不過我沒有到說完全只考慮這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當然要考慮去課稅 我覺得有一些因素使得我們是也可以考慮 但我覺得要非常審慎 不要照著我剛剛講的那個畢端 那審慎的原因審慎考慮課稅 我還沒有說一定要課稅 審慎考慮課稅的原因是這樣 就是說宜蘭是一個代表性的案例 宜蘭的農地實際上已經不是叫准建地了 它就是建地 這真的你可以把它叫做休閒農莊了 那所以我們其實是想要去處理休閒農莊這個事情 那休閒農莊該怎麼處理 有沒有屬於別的方式來處理它 我舉一個例子 讓退休的人在休閒農莊上 種不以營地為目的的農作物 我們想不想接受 我覺得這是一個大的農業問題 而農業要牽涉到文化環境複雜的事 我覺得就是要牽涉到那一塊 我們把租稅跟農業要整合起來看 不能再從租稅來看問題 那另外一種是說 我有了農地 但是我在農地上很清楚什麼都沒有 比如說謝長廷有一次在宜蘭他的農家農地前面 接受記者訪問 訪問到一半坤想到他做錯了 因為照片拍過去地上連草都沒有 所以他趕快蹲下來假裝在巴草 這就是務農的一個具體行為表現 什麼都沒有種但是要巴草 類似這一類的 那我覺得這一類的徵稅 我就覺得是應該 因為它沒有符合農地農用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塊的設計比較複雜 應該我是建議說 另按大家來做一個更完整的考量 這樣 沒錯 謝謝董老師 其實這部分我剛好是